男人伤心欲绝之际 女人突然从背后刺她一刀 丹阔身亡 然而当日出的那一刻 丹阔突然睁开眼睛 她复活了 然后毫不犹豫地拿起刀 转身刺向女人 询问女人为何要杀死自己的妻儿 女人并没有回答 只说这一切都是丹阔计划好的 丹阔留下了另一个夜包 又孕育了一个古包 她会带着丹阔给她的伤痕 重新转世 说完 瞬间化为灰烬 丹阔起身 找出女人插在她身上的刀 抱着儿子的遗体 当她看到儿子身上的鲜血时 发出野兽般的刺客 这时 手下已经赶来 看到变成不可杀的丹阔 纷纷拔剑刺向她 丹阔放下儿子的遗体 慢慢起身 愤怒地看着手下 然而她却没有伤害手下 手下平时就对丹阔不满 这次 她终于有了借口 她向将军汇报 丹阔以家人和下属作为祭品 变成不可杀 还带走了妻儿的尸首 并用野兽般的眼神 盯着她死去的孩子 将军再也停不下去 拿起剑愤怒地砍下台阶 朝廷得知后 下令斩杀化身为不可杀的丹阔 如果杀不死 就将她活埋御以封印 身为将军的丹阔 毫不犹豫地接下这个任务 带兵前往山中 但她并没有上山 因为她知道 一旦她落单 丹阔便会出现 而她也没有猜错 当丹阔出现时 她只有丹阔 是否真的变成不可杀 是否真的以士兵作为祭品 是否真的杀死祭儿 谁知丹阔跪地 请求将军杀了自己 因为无论她是跳崖 还是用剑自杀 都死不了 她便成了死不了的鬼物之体 变成要吸食活物之血的恶鬼 将军天后只问她一句话 是否杀死祭儿 丹阔承认是她杀的 她想解开诅咒 没想到把祭儿牵扯进来 因为小时候 不可杀曾救过她一命 她一时心软放逐不可杀 导致祭儿因此丧命 在祭儿死不明目 奄奄一息之际 她却无论为例 所以祭儿是因她而死 将军听完 举刀砍向她 但最终没有下手 而是让丹阔到 了无人烟的地方隐居 过者不要危害人类的生活 丹阔不明白将军 为何放了她 她可是会吸食人血的不可杀 但将军信她不是鬼物 她以人的要望出世 过着人的生活 有着人的情感 所以无论如何 都要活下去 说完将军准备离开 直至手下赶来这里 是要斩杀丹阔 将军试图阻止 没想到手下一刀刺向将军 丹阔瞬间发怒 一把遏制住手下的脖子 准备杀死她 将军出言阻止 难道她真的想变成鬼物吗 随后又对丹阔伸出手 向小时候信任她那般 丹阔无奈 只能带着重伤的将军离开 她看到将军留着鲜血的伤口 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将军见状 急忙让丹阔发誓 绝不会吸食人血 丹阔点头答应 将军却让她用言语说出 丹阔竭力隐忍那份对鲜血的渴望 出言发誓 即便是过了百年 她都会保持人性 不会吸食人血 得到保证的将军 终于得以安心 而后弃绝身亡 丹阔悲伤不已 端了数日 她又回到了小时候 那种无依无靠的生活 她终于开口 叫出了那句爹 可将军再也听不到了 丹阔把将军和妻儿 安藏在一起后 遇见了村里的巫婆 一切正如巫婆所言 她变成了不可杀 巫婆下跪 请求丹阔放过她 并把将死的夜暴 足够了结 不可杀之所以不会死 是因为没有魂的缘故 那个美女不可杀 吸取了丹阔的魂 所以丹阔才会变成不可杀 原本是不可杀的女人 便会人后住消枪欲损 会重新转世为人 丹阔听到这里 极其愤怒 女人杀害她的妻儿 掳掳她的魂 害她变成不死之神 让她活在痛苦之中 现在换她来追她 她也要让女人尝尝 被不可杀追逐是什么滋味 无论女人转世多少次 她一定要找到女人复仇 就这样丹阔带着不死之神 一边生活 一边寻找女人 1593年的朝鲜 人沉恶乱 人们流离失所 丹阔遵守当初对将军的承诺 没有吸食人血 即便身边满是死人 她也选择吸食动物的鲜血 三年后 丹阔带着女人的画像 在难民逃荒的路上寻找 这时有人告诉她 曾见过女人的画 丹阔跟着此人 来到拥有女人画像之人家中 脑头一脸萎缩 已经被她杀了 她一见到女人就起了杀戏 仿佛自己生来就是要杀女人一样 不过还有另一个男人也在找女人 是一个拥有黑洞的男人 男人想得到女人的婚 丹阔想起她曾斩杀的鬼物 鬼物在死之前 说会借着丹阔的婚 并让她付出代价 想到这里 丹阔明白了 女人拥有的婚原本是她的 而眼前这个老头 正是前世被她斩杀的鬼物 女人带走了丹阔的夜暴 所以老头才会见到女人就起杀戏 老头听到这里 哭着请求丹阔杀死自己 然而下一秒 她突然向丹阔出手 随后便瞬间消失 她非常羡慕丹阔的女士 要吃掉丹阔的肉变成不可杀 但她却失算了 就在她再次出手时 丹阔终结了她 看着女人的画像 丹阔不知该如何是好 现在事情变得相当复杂 女人夺走丹阔的婚 变成人 却也一并带走她的夜暴 不过丹阔还是要找她复仇 在她死在转世鬼物手中之前 自己会先找到她 时间又这样过了几百年 丹阔正走在寻找女人的路上 2006年 游黑的小巷中 这个男人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突然 一些黑衣的男子出现 吓了男人一跳 黑衣男子正是活了百年的丹阔 他找男人 是要男人帮他寻找女人 一个和他有着百年仇恨的女人 为何要约到黑暗的小巷中 那是因为丹阔有社交恐惧症 不想与人亲近 这天 女孩走在马路上 可身后一直有车跟踪她 她听从姐姐的警告 迅速逃跑 姐姐每天都会不厌其烦的 叮咛她一件事 那就是一旦有陌生人为谁 一定要逃跑 女孩跑回家中 告诉姐姐今天被人跟踪的事 姐姐吓坏了 手中的杯子瞬间掉过 原来姐妹二人是双胞胎 长得一模一样 跟踪妹妹的男人并没有伤害她 而是要求看她的肩膀 姐姐听到这里 知道是不可杀来了 当妈妈回家后 家中只剩下最小的妹妹 双胞胎姐妹早已收拾东西 离开了家 客车上 妹妹突然觉得全身麻木 手也在不停的发抖 姐姐似乎明白什么 看向克制司机 而司机也对两人露出猥琐的笑容 下车后 司机紧跟两人 姐姐没有害怕 拿出手中的弯刀 夹在司机脖子上 司机根本不太怕的 这对着妹妹说 自己好像认识她 随后一把推开姐姐 趴到妹妹身上一阵乱闻 她对妹妹的魂非常熟悉 姐姐见状 拿起弯刀刺向司机 这时 司机的同事到来 姐妹俩借机逃离 来到一间房屋 姐姐告诉妹妹 虽然这辈子投胎成人 但司机上辈子是鬼物 一直在寻找她的魂 妹妹刚才在大巴上的身体反应 表示妹妹也认出了他们 并且以后还会遇见他们 刚才那个司机根本不算什么 真正可怕的是不可杀 可妹妹根本不嫌她的话 妒妻要回家找妈妈 姐姐拦住她 不准她出门 妹妹只能妥协 隔天 姐妹俩来到乡下的一间房屋 窝住开门 看清姐姐的模样后 竟然抱着姐姐大哭 嘴巴里还喊着姐 搞得妹妹一投入水 明明可以当她奶奶的人 怎么会叫姐姐 姐姐和女人商量一番 绝对让妹妹待在这里 哪都不能去 而她要回去把夜报做个了结 还得找到能杀死不可杀的剑 就是600年前 那把杀死她的剑 晚上 妹妹趁女人睡觉 偷偷给妈妈打电话 妈妈表示自己会去接她 于是妹妹逃离女人的家 如愿以偿地见到妈妈 妈妈也把她带回家 但两人并没有注意到 身后有车在跟踪他们 两人准备上楼时 突然听到楼上有人下来 那人正是姐姐 姐姐让两人迅速离开这里 就在这时 楼梯的灯全部熄灭 而后就传来 以受死死的声音 母女三人迅速逃回家中 母亲忙着报警 姐姐边遭墙壁 边告诉妹妹 有危险就逃到隔壁 此时 大门外传来一阵声响 姐姐继续遭墙 走开后发现另一边被毒 她告诉妹妹 自己会拖住来人 让他们俩争取逃离时间 因为自己已经没救了 这是她最后一次机会 她没办法再重生了 她让母亲和妹妹躲起来 母亲却让两位女儿躲进房间 她来应对 姐姐进入房间后 把妹妹推进衣柜 让妹妹躲在这里 并听着妹妹一定要活下去 要找出杀死不可杀的办法 说完 便走出了房间 而此时 黑衣人已经攻破房门 来到屋内 听着外面传来五千的尖叫声 以及也受到嘶唬声 妹妹害怕极了 知道外面没有声音 她才敢打开房门走出 而黑衣人还在房内 姐姐看到妹妹 让她快逃 可妹妹却拿起地上的弯刀 走向黑衣人 隔天 警察到来 发现还有名生患者 于是立即送往医院 活下来的正是妹妹 妹妹回想着 死去的姐姐和母亲 心里便有着决定 她要复仇 而此时 丹阔已经来到医院 当她来到病房时 妹妹已经没了踪影 原来妹妹带着小妹 来到姐姐曾带她去过的女人家中 转眼前 15年过去 丹阔也找到这里 可这里已成为一片废墟 邻居告诉丹阔 之前确实有对姐妹和奶奶住过这里 但她们在一夜之前就消失了 而此时的妹妹 已经改名换姓 低调的活着 她在乡下的一家洗衣厂打工 并对外声称自己已经结婚 晚上 妹妹再次来到当年初世的家中 她花了15年的时间 才有勇气探入这里 因为这里即将被拆 所以她想来看看 今天是母亲和姐姐的忌日 她后悔当时没有相信姐姐的话 总说姐姐是神经病 她乖乖按照姐姐说的做了 努力的活了下来 也很低调 但却忘了姐姐后来嘱咐过她的话 回想着过去种种 妹妹痛苦不已 这时 紧闭的大麻烦 如同当年一样想起 她吓坏了 而站在门外的正式单阔 当年的噩梦是否会再次上演 不可杀第二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